各位觀眾 我是莫叔叔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牌組分享時間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是 巴鈺跳飛龍 那我們在開始牌組介紹之前 幫我點個喜歡 可以大大的幫助到我 也歡迎在底下隨意的留言 之外我平常的禮拜二跟禮拜四 都會固定的聲波 其他時間則是不定期的開 想要跟我聊聊天的 歡迎來普通網站找我 我的普通網站頁面 就先給他關注起來 別忘記 下禮拜 過年將有一系列的節目 有日馬比賽 糖豆人比賽 以及暗影視章比賽 請密切關注我的社群動態哦 好 那麼回到牌組本身 那這一次的巴鈺跳飛龍呢 為什麼要出這一套牌組 是因為我覺得 這一次的龍族的罪人啊 很像真的沒有什麼出場率耶 雖然是這樣說啊 但是至少是比 吸血鬼執行者還要強了 對 那這一張的安提瑪莉啊 最主要的效果是 他既就可以去隨機的打3.3害突進 然後本身具有無視守護進行攻擊的效果 那入場區如果三回合中 已經使用巴鈺卡 只會獲得即時效果 所以說這張牌啊 本身就綁定你巴鈺的純度要夠 才可以去用到 在上一回合時巴鈺 然後這一回合直接 巴攻擊即時斬殺 其實啊說實在的 他如果給到進化點的情況下 你可以算說是 7費10點的智商 還蠻誇張的 對 去拿以前的987還想就好了 直接進化 拿10點那種感覺 反正他是無視守護嘛 可是啊 987還贏的就是 他還可以幫忙結場 那這一張啊 安提瑪莉亞就不能結場 而且以現在的環境來講的話 你要把對面的血線壓到 這麼低 必須要在前期的時候 要衝出足夠量的一些集資的手段 像現在的環境啊 已經沒有像是暴力龍人 這種比較簡單暴力的卡 所以在前期搶血方面的話 就比較差一點 因此啊 這道牌組啊 就沒有說特別玩得起來 而且也傷害真的是一波一波 你只要沒有辦法 在這一回合把對面直接給灌死 那他就有可能 只能用飢餓奶 那一口血 然後防止你下一張的斬殺 那我目前湊下來的體感啊 我會比較追求 就是說 因為安提瑪莉亞 無論是罪人 或者是執行者 他們都是七費的員護 那你可能拍完七費之後 三費只能拍一些廢東西 真的是太爛了 所以 我就是選擇了 繁龍的寶石龍 你只要在PV最大值為10的時候 會有2點PV 你可以做到就是在4費10 做到7加5 無論是接到焦土不法者 加努蜜兒 都可以再做出額外的傷害 那甚至啊 你還可以搭配到 奧利維與希爾維亞 那因為可以補進換點的關係啊 去配上無精彥龍也是蠻不錯的 因為有時候單靠10點險 打不死對方 那你就需要用到 無精彥龍 只會15點險 打死對方 那而且啊 很多人是不會去防這個的 那我這樣實際上配起來之後 也確實覺得 無精彥龍 嗯 蠻有存在的必要 剩下來講的話 我認為比較能改就是 這一張 龍為傭兵 到底要放就看你個人了 能夠準時打到 然後你先跳起來的話 是真的還蠻強的 每一回合都可以多一個打點 對於上那種比較便宜 純控制的牌座來講的話 他可能會 比較難以應付你每一回合的 機翅走投 無論是血 或者是劫場方面的話 他當然要去大步去消耗他的牌 接著的話 因為某些職業會是 環境中的限屬性 像是實驗艇巫師 這時啊你就需要用到 飛靈 去讓他手牌消費-1 好幫助自己可以去熬過這一回合 然後多強點血 然後下一盒再去睡到斬傷 所以其實 飛靈的數量是還蠻建議 你可以去奪放的 假如啊你不喜歡 螺威右兵又可以補進來 或是你可以少一張的 安提瑪莉亞 少一張的寶石龍 都可以去補過來 那教徒步伐者就看 你要不要直接塞滿了 那購組方面的話 就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那先說這套牌組啊 雖然說簡單暴力 但是他勝率沒有很強 大概就是T3下左右 然後55開 對 一半會贏一半會輸 嗯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對戰的部分哦 好 那麼 首先第一場的對局對上是皇家 我們拿到的是一個後攻 在打上船長皇的時候啊 就是 其實我覺得打美拿套牌組很像都沒什麼差 就是跳跳跳跳跳 反正都是跳背龍了吧 早跳 然後你在前期時如果是先攻可以考慮就是 先後手可以考慮留一張的恩寵 後手可以幫你去補血然後抽牌 嗯 那我們這裡可以拿到起司 那如果你有毀壞 襲擊者這種情況下 就會在前期時留下一張的發育 好做到搭配 無論是阿茲福特或者是 這一張鋼爪看守都是 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然後我們這邊跳完之後 直接拍下凌費的鋼爪看守 剛好可以接到 毀壞襲擊者 那前期時可以盡量賣血沒有關係哦 手中還有兩張的恩寵 等於說可以幫我補到四連血 所以說他這個傷害對我來講是沒有用的 那等等的話啊 我們恩寵恩寵抽完之後啊 再看看能不能搭配到其他東西 那因為已經有奧利威的情況下 盡量都是進化好進化滿 即使啊 是控進化也是給他進化下去 然後另外在玩之套牌啊 在很多對局當中啊 這一張躲獵之餓 都是拍本體 對 如果你去拍機咒的話真的很爛 很多其實 時刻都是要靠這張救你一命 他這張真的是有點欠樂福 我覺得他有點誇張強 對面在使用的空爵的前 崇拜者最好下寶石龍的時機 就是你剛好跳到6的時候 另外一個時機就是 你剛好在8的時候 可以去打一張的跳費加上寶石龍 或是9的時候 可以去打上那個發育的跳費 再加上寶石龍 我們這邊剛好可以啟示 寶石龍直接點掉對面 然後放著 其實這裡要空進化放著 因為我不想要撞他的那個金光 你這裡要撞也是可以的啊 對面使用的怒桃副船長 開始疊他的財寶數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目前已經融合 跟使用的財寶已經7張 等於說他下一盒一定會飛船長 那這一點你要注意一下 當然最好的做法就是 我們這裡直接加奴蜜兒 因為寶石龍的效果 回了兩點的PP 然後使用到進化的加奴蜜兒 搭配到烈絕的滅牙 就可以使用靜牙的直徑 直接把這個場面給照住 還可以把我拉到一個安全的顯現 有夠噁心 一個盾加一個吉時 看你要怎麼做 我們這裡 裂絕的滅牙 打偷 武裝天晶的叉叉蒙 被逼了出來 然後還使用了飢餓 然後回了一個進化點 那這裡他勢必會想要貼 黃金手勢搭配到 紀錄那一節把他的血線 也要拉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那這將會是一場持久戰 但是啊 我們的斬殺是永遠不絕的 欸 對面居然沒有解掉我的奪戀之惡 那他這裡就完蛋了 我們直接踢頭之後 搭配到右手來的安提瑪莉亞 完美的利用到 裂絕的滅牙 做到一個斬殺 蹦 帶走了這一場 緊接著第二場的對決 我們對上的是 龍族 喔 因為這些對決啊 都是在大賽打的關係 所以我遇到的排位會有點浮動 這是一個還蠻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有跳飛的時候 當然是留跳飛 然後躲獵之惡 如果你旁邊 你各了一張的毀壞者 才會留下來 不然的話 都是直接換掉的 會希望就是打那個本體 然後用來抗 尤其打武裝的話 你錢積很濃 因為會賣到很多很多的血 你就是盡可能跳 然後趕快用那個七費拍下去 然後奶血加上守護 然後耗掉他打不完的資源 對面非常的狠 直接順弄龍人 然後搭配到 旁邊的那個 戰權龍人 如果你要拼賽拼姐的話 可以打安提瑪莉亞 但是我就不想要了 對我想要留著做斬殺 哈哈 有夠小斬 那我們這裡 把暗龍的寶石龍給他拍下去 蠻龍的寶石龍給他拍下去 點掉一隻 扛在那裡 然後讓對方來決定要怎麼做 然後使用了一張的龍武專家 直接進化順弄龍人 表示他手中的攻擊力 是不夠解掉這一隻的 他沒有兜啦 也沒有三攻以下 從這 他這裡直接空了 四費 那 我們就 可以順利利用到 獨尊龍 四龍幫助我 跳背 嗯 那這個 你可能會想說為什麼 要繳進化點沒有 要用魔法 那個免費進化呢 因為呢 我覺得有時候你可以考慮 耗掉進化點 就是幫助後面的奧利維 希爾也維亞 可以去做到 嗯 比較高山的燒場 當然你這邊要打掉也是可以 然後我是預留這個 來當作就是說 我真的有一些餐具需要解 我不想要去解掉這一戰 的戰錘龍人 正常來講 你該要去打到 破頭好增壓也是一個做法 嗯 然後對面使用戰錘 再用Dolla 他的離場的武裝 還沒有夠那個次數 嗯 看一下喔 對 他這裡說實在的 如果要全部送掉 他可以到勢 他全送掉他到勢了 可是我們這裡也順利的可以使用到 加努蜜兒 搭配到 加努蜜兒進化 然後 再利用到這個 五面的圓爪 再利用到這個五面的圓爪 好啦老實說 我覺得剛剛那一手啊 還是有點乖乖 就是 其實 我一定要把那個進化點扣下來 因為剛爪看守啊 也是要吃進化點的一個從者 嗯 那個勢龍 還是該用一下波套增壓 目前我都是扣著的狀態 結果對面直接使用了法魯的三武裝 完美了幹掉了我的加努蜜兒 哇這是龍主主戰的內戰呢 然後再使用進化點 那平常來講的話就會覺得說 哇這套牌組沒救了 打不贏這一隻 但別忘記有沒有 作弊牌 躲虐之鵝有夠誇張 直接拍出去讓對面的法魯的變成一張 普通的二三三被從者 對面一定欲哭五雷 然後對面再度使用了兩張龍武裝甲 再一張的法魯特 結果呢 他直接砍到的是躲獵之鵝 再使用巴伊卜卡爾 完美加到五五的法魯特 太扯了吧 嗯 好 這一手 算是我打的蠻不好的一點 首先你要算一下斬殺嘛 他剩下十點嘛 那旅路上如果我真的留了那個進化點的情況下 這裡是可以作斬的喔 哈哈哈 所以 有沒有 這就是我的報應 但是呢 我們還是可以慢慢的扛啊 利用到這個菲林去防止對面的斬殺 所以這一會兒我會想要做到菲林 可是做完菲林之後啊 嗯 如果我真的要誰斬的話 我會認為還是要衝一下 安提瑪莉亞 可是你在做安提跟菲林之前啊 要先想一下就是說 你這樣有沒有機會暴斃 畢竟啊 如果對面的這一個 六攻加二攻加三攻會到你頭上 這樣的話就是十點的打點 再加上八一波卡赫的福音是十三點的打點 如果還有一張爆破模式的話 就是在七點打點 所以總共是二十點 所以即使啊 我解掉這一隻八一波卡赫 我還是有機會直接保閉 除非他沒有變出一費的手段可以去解掉這一張 一傷的手段去解掉這一張的躲裂之二 我猜有可能不會死 所以最穩的做法應該是慢慢弄使用躲裂之二 但是我這一場有點賭的蠻大的 使用安提瑪莉亞 搭配到洞雪冰心 菲林 直接去點對面的八一波 然後再使用波套中 要看能不能砸死對面的二一 結果沒有 我趕快再過一張牌 因為我想要再找到更多的宅長 然後對面使用了二費的八一波卡二的福音 幸好他沒有抽到什麼爆破模式 如果有爆破模式的話 我這邊應該是 爆破模式撞完之後嘛 炸七一點 那他的惡意會送掉 這邊九嗎 九加二十一十一加七 剛好十八點會死 有沒有 那我們那一手就真的是 打得不太好 但是對面也是非常怕我 我們有第二張的安提瑪莉亞 直接帶走了對方 耶 好的 因為剛剛前面那兩場啊 看起來都是對方比較菜 那我就直接打一場實戰給對面看 不是給對面看 給你們看 對 那以這個騎手手牌方面的話 會全換去找到跳飛 對面是一套復仇者 哇至少可以吃到就是三種不同職業這點 對我來講還蠻不錯的 那因為我現在一費 所以節奏蠻差的 可能可能真的要考慮抽掉奪獵之二了 好這個手牌真的是有夠爛 齊全不及在一起了 哭啊 沒有其他選擇 我們繼續耍廢吧 這遊戲 黑蛋 好奇思 直接跳起來 我這場沒有辦法 我沒有進半張跳啊 我到底用什麼 對啊 沒有半張 看到龍主是要怎麼跟別人玩 這套牌是核心跳背龍耶 哭啊 好的 那麼因為我前面的對局啊都比較算是 對面失誤嘛 那我們這裡實實的跟對面對拼看看 他的生育到底會是如何的狀態 以這個騎手來講的話 我覺得後手留四龍可以跳背蠻不錯的 那騎手奪獵之二我會比較偏向於打到皇家 或是復仇的這種職業師會拍本艇比較強一點 那阿茲福特是有機會幫我去拿到三費的挑肥 所以就把他留下來了 這邊使用了沒單左 直接炸我頭 但沒關係 這個場面還可以接受 那再抽到一張是堕獵之二 嗯 需要神聖的思考一下 這套牌 再打 阿茲福特 拚了拚了拚了 再來 好 至少我們有那個天使的恩寵阿 我覺得一張的鋼爪靠恩寵可以送他啦 因為等等是會再抽一張呢 然後我打恩寵阿也會再幫我補血 所以說我蠻有可能就是要考慮恩寵四龍 或者是我要去打掉四龍搭配到波濤的職業 因為他現在目前 刷這個財寶刷得非常開心 好那我們這裡可以先用 獨尊龍是龍 獨尊龍是龍 砸一下 搭配到波濤的增壓 發現最主要的東西我都沒有砸掉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跳 往石裡跳就對了 而且就是請他吃連續的 躲獵之二 超能扛 對面真的是絲毫不留情耶頂峰戰架直接站出來了 太過分了吧 害我都有點懷疑我要不要直接打這個奧利維與希爾維亞 好看起來是我真的要做奧利維與希爾維亞了 沒有懸念 因為這個場面真的是 有點給他太大了 雖然說來的毀壞阿 但是奧利維與希爾維亞先下去之後 我大概利用到這個AOE的效果 然後對面全解 沒有全解啦 就丟一張 然後這裡換掉之後 可以打一張的恩寵 再打一張的啟示 如果你算好就是他的財寶數還沒有到 然後他也沒有融合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下一盒再做毀壞襲擊者直接 充兩張然後跳到死 然後拍紀錄那一劫 喔不用其實充一張就好了 因為等等的話我們會到8嘛 然後跳9接10 所以充一張就夠了 喔對面直接龍爆欸 好沒關係 防灰寶石龍也是可以先下啦 所以我們這裡還蠻尷尬的 就需要綁一張那個毀壞襲擊者 足夠了足夠了足夠了 我是不是上一會兒沒有拍到這個巴鈺的重者卡 對所以說我這一會兒也不能跳 那我就實大實的只會拍下躲獵之鵝吧 不然的話就是一樣在8費時做 反正龍的寶石龍配上幾乎的A姐 然後再利用到下一層時硬去跳到毀壞襲擊者 然後再去搭配到躲獵之鵝來回PP 欸要留零才能有回PP 對這道牌子還有一個關鍵啊 就是如果你有辦法留到零的話也可以回PP 呃現在竟然這一張的四龍還蠻不錯的欸 可以去防對面 嗯 但說實在的因為 他等等有可能會ROE了 所以我們這裡啊要想一下喔 躲地自鵝來了不管了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趕快 自鵝幫我撐10秒 啊等等的話要一張的零 我才可以免費的回那兩費 然後拿到阿茲福特 但不管怎樣啦寶石龍還是要先拍 不玩的話就是要去等到10費的時候再拍 然後9費先拍龍威傭兵 先把這個固定的場面給拿起來 血量來講的話就是盡量的把進化點交給金無捏利姐 然後盡量的成果 所以下一層啊也有機會可以去拍這個龍威傭兵 然後多一張的風暴巨龍然後去吸收對面的財寶的傷害 然後如果血真的被壓底死趕快再拍那個奪獵之鵝 喔對面使用了武裝天津的大參謀 空絕的崇拜者黃金之鵝再刷一次的進化 那我覺得他有可能有景光 然後這裡大洋刺猴 先把騎士給拿起來這裡直接換一換 嗯 他感覺是要做什麼 欸 這裡可以幫我回到PP欸 欸 為什麼你要投降 哈哈 為什麼 啊你看 躲裂之鵝多噁心啊 果不起來是一勝一敗啦 你們看 嘖